我想买回去 你出現的氣一日 我想买回去 賺我眼睛 我欺負我眼睛 我欺負我眼睛 我欺負你暗暗 我欺負你暗暗 我欺負你聽我講 我愛你 自生若無你 我欺負過對頭 我 haunted passage 我欺負你 我偏欺負你 我周瞋裡 這音樂 我欺負你 传游距 我斑不乱去 诗心的气味 我想买回到去 一字会内心一日 我想买回去 倘我永远会记 我买青春我迷暗离开 我买抱在暗暗中忘记 我买请你听我说 我爱你 吞声哪我离 我愿意贝贝对头去去 我买青春我迷暗离开 我买抱你暗暗放开 我买请你听我说 我爱你 吞声哪我离 我愿意贝贝对头去去去 我愿意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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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 愛留隊的 回憶 品硯呢 老師好 我只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像那個 我要親手我不把你開 那個開雖然是假音 那個 那是你第一遍的時候 唱假音對不對 可是你是唱到就放掉了 沒有把整句的 那個長度給唱完 所以那個 就少了一些 歌 這整個樂句的完整度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像這樣子的歌詞 其實它是有很深的意思在裡面 那我覺得你用每次的唱法沒有問題 聽起來都很美很好聽 可是你對歌詞的消化 就少了一些體會 就覺得你唱到後面 這個 我要親手 我不能離開 我要破 你緊緊不放開 你知道那個是很 很重的一個情感的傳遞 但是你如果只是 這樣子淡淡的唱過去 就少了一些拋骨削弱的力道 這個就是你要加強的部分 就歌詞的消化 好吧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我覺得你現在唱歌的方式 因為你有一個 反正現在有一個門檻要過 我覺得你在這個時候 不管唱什麼歌 都是很動人的 一個這麼讚的 要讚我這麼不容易 然後還在這個時候 有機會去參加這樣的比賽 然後選這樣的歌 然後用自己的一個能力範圍裡面 就盡量去感受一下這個歌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畫面很 是很經典的 你永遠不會忘記的 你永遠都不會忘記我們的 好 謝謝 謝謝老師